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提到国学是国之根本 民族之根本 这是根上的那点东西 国之根本 人类之根本的时候 你要回去那个根上去 回到那个祖上去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冬至日 我们叫认祖归宗 大家一定从一个高度上 不是是有肉身的认祖归宗 乃是灵魂深处的认祖归宗 不是说我爹是谁 我爷爷是谁 我的太爷爷是谁 我的外公是谁 我的太外公是谁 那这是从一个人的肉体上去认祖归宗 所以你追不到 但是我们从灵魂深处去寻找 我们都有道文化的基因 也就是在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上 你深深地烙印着祖根文化的基因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里面从圣贤那个地方 没有迷信的成分在其中 没有一个神创造的人 是上帝 是上帝 是那个光 是那个道光 上帝是那个如来 上帝是那个真主 那是你的主人 那是你的古灵 那是老不死的灵 你首先要认祖归宗 认自己最开始 是父母未生你前的 那个最老的古灵那个祖宗 因为没有他 你没有生生世世 所以这个禅宗教 父母未生我前 本来念我 你要找到他 这就找到祖宗了 找到自己的祖宗了 那是你的第一事 他是不是人 未必 千百世内的轮回生死 你的第一事 未必是人 你可能是天人 你可能直接就是一个 蚂蚁那么个小昆虫 你也可能是一个鹿 也可能是 地狱里的一个众生 也可能是 畜生道的一个众生 大家要知道 是时候觉醒 我们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 也就是我们临近了 这一个2500年的 这个时空的开启 冬至是一年的开启 这一天十分之重要 冬至大如年 比春节重要的多 为什么这样定呢 之前给大家讲课提到过 我们天气下降 地气什么 生生万物生年 那么我们今年的冬至 就是刚才提到了子和子时 实际上如果按照 寡代冬至是年的话 这个年在冬至就结束了 我们希望一扬生之后 所有的灾难 都化掉了 掌声一下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